好,那麼剛剛呢我們已經把這些文字抓下來 它可是呢它本身是沒有具備的 那麼我這邊來開一個給大家做參考一下 假設我是這個,那我可以從這邊 你如果直接開啟你要做一個複製 所以我們這裡有另外一個選項叫做什麼 開啟成為圖層有沒有 那它就會變成我現在編輯的這個影像裡面的一個圖層 你就不用再多一個複製跟貼上的動作 好,我就這邊開啟成為圖層 那我去找一下囉 找到我的這個裡面的 好,這裡 假設我找夢 好,WMF它也支援 因為我們GIME它也支援這種向量的 所以它也可以打開 那你看我把它打開 那因為它是向量 所以它進來的時候它會多問你一件事情 欸,請問你 我現在因為你是向量檔 可是我要幫你先轉換成點證的 好,所以它會問你說 欸,請問你的這個寬、高 還有圖片的解析度是多少 好,那我現在呢 就是要預測紙把它抓進來 好,你看有沒有發現 它本身是有個白色的底 當然你可以用去背的方式 不過呢,其實有一個更快的方法 從這邊 蛤,這樣不是比較快嗎 還是你覺得你想要用剛剛那個工具再來做一次 其實這個部分,ForeShop有沒有 有 在這裡 我們一般這個東西我們稱作什麼 叫做混色模式 就是上面這個 好,預設在一般 那這個就好像我們那個水彩那種感覺 也就是說我上一層 如果你是在一般的這種狀態之下 上一層跟下一層是怎麼樣 井水浮泡河水 大家顏色是獨立的 可是我透過混色模式 我這個就可以跟下面這個圖材做混合 好,顏色做混合 那我到底要選哪一種比較好 你可以參考看看 一般來講 如果我們是像這種白色的背型的 你只要利用所謂的 正片疊底 這個在Photoshop裡面稱作 叫做 Fu Money Play 英文是叫Money Play 好像叫疊加還是哪一個 我忘記了 那這邊你選擇這個 有沒有,這直接白色就去掉了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試看看其他的 比如說你說變暗 欸,效果也有 因為我們這張是比較單純做黑白 那變量這邊就電倒過來 有沒有 就電倒過來 所以其實呢 我們常常看到很多的這些影像的設計面 很多人他會嘗試的去利用這種所謂的混色模式 去改變一下什麼 設計的感覺 這樣了解了 OK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很簡單的就去背掉了 這樣就解決了 所以你要幾個進來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了 這樣會了嗎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這個範例裡面 第一個我們會需要 要處理的這個文字的部分 那 等一下呢 我們再來看這一塊 好不好 先讓各位 你找一下我們剛剛那個混色模式在哪裡 好 你知道 把它叫進來 記得開啟檔案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開啟成為圖層 就不用像我們剛剛這樣 我還在這邊Copy的之後再來貼上 不用 就用開啟成為圖層就可以了 來 歡迎 歡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